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我们人类的肠胃之中的消化过程动力不开始 为什么 这是生物多安性的一个大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性和定量的问题 我们大量的生物多安性调查 集中在物种上 我们知道德国有一个发表在Metro上的一个很了奇 是一场世界里面的论文 它就是经23年持续的生物多安性表达 它那个生物多安性报告是一个专项报告 是传统昆虫生物多安性密度的报告 它在这儿结束23年 这个传统昆虫 在德国五个保护区中的丧失超过了将近80% 这叫生物多安性报告 它要有量的概念 有动态的概念 有量的概念和性质的概念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点 植物量 动物量 水生生物量和昆虫生物量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很多的生物多安性报告 缺乏这些方面的 这又差了一半 加那个三分之一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典型生物系统的特种 我们做生物多安性报告是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保护生物多安性 那保护生物多安性 你是旋地呢 你是沙漠呢 你是草原呢 是完全不同的 你对于沙漠地区的生物多安性调查 那你当然要以沙漠的特种为基础 突出就沙漠 成一影响稳定 保护这样的一些调查 我们这个特种性的指标 很多地方也缺乏 不管在哪 看看动物 看看植物 这是生物多安性调查的一个确实 就是它的特性性的调查 我们这样的一个生物多安性报告 我们并不一定能面临渠道 但是我们一定要服务于目标 生物多安性调查 是为当地的生物多安性工作来做服务的 这里的包括什么 包括生物多安性利用 包括生物多安性保护 包括生物多安性理常 包括生物多安性事 包括一系列生物多安性工作 这是目标 所以在这样一个目标下 我们宏观的数据 我昨天在讲 比如降雨量 比如温度 比如粉程度 特别是 比如说作为一个水平地地区 它那里植物中的农药 化肥的情况 今天我还要特别强点 它的水中的微缩量 昨天看到一个国内的一个报告 科学家发现 在一瓶矿泉水中 有数十万具体数字 我记得不挺多 微塑料在那边 而且这些微塑料呢 存在着前代 在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因为它很微小 低到纳纳级 但是它又是塑料 不是自然物汤 不容易降解分解 它长期保存 而且它都穿过血管 通过进入到人体的很多地方 带来健康的存在危险 那么我们 作为我们的研究 蜆蜂研究 这个地区 它对于微塑料的情况 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生产系统的一部分 降雨量的变化 它导致的持续的量 都是影响巨大 环境DNA 以往没有做 在不在里面 这都是 非常值得关注的 生活多安性内容 所以希望 现在这个生活多安性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但是 如何要求 如何制作 生活多安性的报告 希望大家呢 能于是积极 做出一个好的生活多安性报告 二十多年前 我们 开始 做 国内的第一批 生活多安性报告 在北京 我们做了一大批的 生活多安性报告 并且还获得了北京的 科技 任务奖 但是 今天 我们对 生活多安性的了解 认识 要求 已经完全不同 不能停留在 过去的那种 生活多安性报告 我说的二十年 是我们二十年 我们今天 还在看到 大量的 补留的 多数的生活多安性报告 还挺有感 我们二十年前的那种 报告方式 是时候 改变了